Hello 大家好 我是藍摩 又回到玩魔力的時間 今天這場是白人到場的 一位叫2024還玩魔力的巴打 的一個挑戰畫面 剛才聽到她說 無眼刀很難打 被她吸引了我上來看看 看看她怎樣打 我們看看她的發揮 暫時來說她的戰法和Yumi一樣 都是選擇吸魔 因為這隻王25%血以下的時候 她會用恢復魔法 吸魔也是一個名字的選擇 起碼等她低血量的時候 做不到一個有效的回復 可以慢慢磨死她的方法 雖然說是這樣說 但現在看到師兄已經躺下了一件 因為這個無限刀的攻擊力都不是開玩笑 她的招牌動作連擊 真的可以打到人有這個心理陰影 另外這個無限刀也有一個特性 就是她會召怪 數量少於5的時候她就會吹雞 所以這個還玩魔力的巴 她的戰術是不錯的 她有兩隻弓箭手 就負責清她的怪 清掉她的怪的時候 她就會有個召怪的機會 當她召怪的時候 就會多了一個喘息的回合 看到她不停地清掉她身邊的怪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相當好的策略 至少她吹雞就不會打你 因為她打你很痛 24巴都頗穩固 吸到一隻黃都沒有魔 都還在吸她 說一說24巴今天這個 排陣是怎樣 她整隊人的平均等級都不到180 我眨眼看有107和108 應該有兩隻弓箭手 一隻無私人全教士 一隻戰斧 一隻自養師 重物都相當多樣化 什麼都有些 現在看起來就漸進街景 不是啊 看起來沒有她說得那麼難打 我們繼續看看她的發揮 我相信這隻是全教士 有些暈水 兩次都是普通攻擊 沒有出她的招牌動作 對了 就是這招了 她的招牌動作 真的 她出一次就可以搞定這隻人了 這個時候換了斧頭 應該是想用盒擊去解決她 如果我打我就建議 一隻弓箭手集 不要換斧頭 因為她繼續吹雞 繼續清怪 等她繼續咬怪 繼續可以做到一個牽制的效果 因為她照掛的機率都挺高的 嘩 話口未完 就被她刺死了一件 相當厲害的連擊招數 一個回合就被她解決了兩隻人物 而另一個大家要留意的位置就是自身的魔狼 大家可以留意傳教士 傳教士的魔狼差不多見不見 都是一個比較令人憂慮的地方 因為我觀戰都知道這隻王快死了 但在玩的巴打看不到這隻王還有多少血 因為這隻王已經沒有魔狼 她就用不到這個恢復魔法 那你打到她多少就打多少 這下預判相當完美 那隻王剛好就是打她那隻人 還要用連擊打她 她那隻人就防了 成功阻止了這隻王的一波攻勢 大家可以留意到 大家可以留意到 你一路清怪 那隻王就會一路召怪 雖然她不是百分之一百會召怪 不過她召怪相當高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只要一路清怪 就可以最大程度地牽制她的攻擊手段 這隻王的血量大概五分之一 差不多進入戰鬥的尾聲 同時這邊的傳教士 魔量也進入了底部 不過呢 如果大家有帶齊這個補血藥水的話 應該也不太擔心的 沒錯 就是這招招牌連擊了 形勢相當不錯 看來這場應該可以成功拿下第57 57關的無限刀流 恭喜2024 還玩魔力這位巴打 成功解決 恭喜